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這一期的《財經非常道》 首先問大家一個問題 你們知道全球第三大電商市場是哪兒嗎 是英國 到今年年底 英國的電商市場的規模將達到1600億美元 目前最大的電商平臺是Amazon、亞馬遜 緊隨其後是Shopify和剛剛崛起的拼多多旗下的TIM 由於英國電商市場發展太過迅猛 各大電商平臺都盯上了這塊肥肉 而壓力最大的就莫過於Amazon、亞馬遜 為了穩固其在英國電商市場的領先地位 抵抗來自TIM等這些新進平臺的競爭威脅 最近 亞馬遜砸重金在英國大搞物流事業 今年8月初 亞馬遜宣布在英國投資3億英鎊 用以升級它的物流運輸網絡 在英國又興建了多個V型的交通樞紐 用電動貨運自行車來打通物流配送的最後一英里 8月中旬 亞馬遜又宣布將斥資5億英鎊 在英國的LEEDS興建機器人配送中心 加上之前建設的配送中心 這已經是亞馬遜在英國建設的 第31個物流樞紐了 可見亞馬遜對英國市場的重視 眼下的美國大選正在進入白熱化 賀錦麗和川普接下來都將親近全力投入選戰 根據OpenSecrets提供的競選財務追蹤數據顯示 目前賀錦麗和川普及其直接盟友的銀行賬戶裡 一共有大約7億美元的競選資金 再加上此前競選活動籌集到的大約3.7億美元 這兩人手裡面一共有10億多美元的競選資金 雙方現在都開始砸錢衝刺 要把這筆錢通通收光 而兩人瞄準的目標也出奇的一致 就是針對搖擺州選民投放競選廣告 賀錦麗團隊的廣告計畫非常的具體 他們最近宣布力向高達3.7億美元的廣告投放計畫 廣告將在勞工節之後一直持續到11月 那麼川普團隊的臆想目前還不是特別的明確 但有媒體報導稱 川普團隊正在製作價值數百萬美元的電視廣告 準備大規模的投放 據說已經和有關方面達成了 約4.38億美元的電視預定協議 那麼接下來的兩個月裡面 美國民眾 尤其是搖擺州的老百姓們 將遭遇一波競選廣告的狂轟濫炸 世界首富馬斯克日前再次對美國經濟現狀發表評論 他警告說 由於政府花錢太多 美國正在快速走向破產 8月3日 馬斯克在Twitter上分享了一個用戶的帖子 這則貼文預測了美國政府2025年 就是明年的預算 稱政府預算赤字可能會從目前的18億美元 增加到2035年的近163億 馬斯克在貼文中寫道 按照目前的政府支出速度 美國正處於破產的快車道上 他也表示 政府過度支出才是導致通貨膨脹的原因 今年7月下旬 美國財政部宣布 美國的國債規模首次超過了35萬億美元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則預測 到2034年 十年以後 美國債務規模將超過50萬億 佔美國全年GDP的122%以上 這些數據都在持續引起人們的擔憂 眼下 美國的經濟增長放緩 很多因素也正在加劇經濟困境 包括流動性挑戰 債務違約的風險 政治緊張 局勢加劇等等 最令人擔憂的是美元是否會喪失 其作為主要儲備貨幣的地位 周三 亞洲股市和全球期貨市場大幅下跌 主要是受了科技股大幅下挫 以及對全球經濟增長前景的擔憂情緒的拖累 導致投資者逃離風險資產 同時油價也跌至數月來的低點 這倒是對百姓來說是個好消息 是吧 歷史上每年的9月份 通常是股市表現最差的月份 但是分析師們指出 這輪暴跌的背後有多種因素 包括美國製造業數據的疲軟 星期二 美國股市在勞工節假期結束之後的 首個交易日大幅收低 AI人工智能寵兒英偉達的股票暴跌 市值一口氣蒸發了創紀錄的2790億 將近3000億美元一天就沒了 針對AI領域企業的大規模拋售潮 蔓延到了週三的亞洲科技股 日本芯片設備製造商Advantest下降了7% 該公司是英偉達的供應商 臺灣的台積電下跌也超過5% 而韓國的SK海力士下跌了7.7% 看來投資人對人工智能的熱情有所收斂 今年夏天的美國人的旅遊熱情是空前高漲 隨著勞工節假期的結束 一個轟轟烈烈創紀錄的夏日旅遊季 也隨之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夏天雖然過去了 但是人們旅遊的這個熱情啊 這個心啊 心思還沒收回來呢 沒那麼容易降溫呢 許多人已經開始計劃 今年冬天的假日季的出遊行程了 夏天的出行讓許多美國人一憂未盡 已經開始盤算著冬天的計劃了 眼下有個好消息 夏季航班的激增 為人們的秋冬旅行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專家表示 由於航空公司增加了很多的航班 導致機票價格下降 這就意味著將會有很多潛在的優惠 不僅如此 旅客在夏季乘坐飛機旅行時 所攢下的里程積分 也可以讓冬季的旅行更加划算 這是因為在過去幾年中 大多數的美國航空公司 都提高了獲得免費旅行 所需要的積分額度 相當於積分貶值了 但如果您沒有加入過外國航空公司的 常規旅客計劃怎麼辦呢 專家告訴您這並不是問題 因為大多數主要的美國信用卡 都允許您將里程積分 轉移到與其有合作的外國航空公司 不僅僅是旅遊消費高漲 今年夏天 美國人在各個方面的消費都持續強勁 而代表著通脹水平的消費價格 又直接會影響到美聯儲馬上 它的調整的利率政策 那麼強勁的夏季消費 是否會影響到美聯儲下週降息的決策呢 美國商務部上週五公布了 最新的7月份的通脹數據 顯示7月份美國的消費者支出高於6月份 個人消費支出物價指數年增幅為2.5% 於此前持平 月增為0.2% 略高於此前 總體而言通脹指標相對穩定 雖然超市裡的物價還在上漲 但漲幅已經有所放緩 而且許多美國人可能已經注意到了 汽油的價格正在慢慢地回落 政府數據表明美國的通脹水平依然高於目標值 這無疑將是未來兩個月總統大選的重要議題 因為物價和借貸成本始終是選民們最關心的事情之一 儘管此前有投資者曾樂觀地預計 美聯儲本月會降息50個基點 但7月份的通脹數據公布之後 或許會讓不少人打消這種相對激進的預測 現在更多的分析人士認為 美聯儲將啟動一場溫和的降息行動 那麼美聯儲是否降息以及降息的這個幅度 通脹水平是最重要的考慮因素 此外勞動力市場的走向也至關重要 而政府最新公布的一項勞動力的調查結果 也會為美聯儲降息增加一些助力 美國勞工統計局周三公布了一份 職位空缺和勞動力流動調查的報告 顯示7月份美國空缺的職位 從6月份的791萬個下降到了767.3萬個 遠遠低於經濟學家們所預期的809萬個 創下了自2021年1月以來的新低記錄 與此同時美國企業的裁員人數卻升至176萬 創下了2023年以來的新高 經濟學家們認為 隨著空缺職位的減少 裁員和失業人數的增加 勞動力市場的供需平衡正在發生轉變 而就業市場出現的疲軟跡象 雖然加劇了人們對經濟衰退的擔憂 但同時也減輕了通貨膨脹的壓力 如果本週五公布的8月 非農就業數據也同樣不樂觀 這將會大大堅定美聯儲降息的決心 雖然美聯儲的降息行動千呼萬喚 都還沒到 要到下週了 但是美國的鄰居兼重要的盟友 加拿大卻一口氣連續降息了三次 進一步鬆綁貨幣政策 不出意外的 加拿大央行9月4日再次宣布降息25個基点 將基準利率调降至4.25% 這已經是加拿大央行連續第三次降息了 如果通脹持續放緩 未來還將祭出更多的寬鬆政策 有經濟學家預測 在接下來的四次貨幣政策會議上 加拿大央行每次都會降息一馬 到2025年的年中 將政策利率降低至3% 在通貨膨脹和經濟放緩中找到平衡點 雖然目前加拿大的通脹率 依然高於2%的目標值 但經濟增長已經連續數月表現低迷 失業率也小幅攀升 因此降息成為提振支出 和降低借貸成本的一個必要手段 好的 那麼接下來給大家講一個驚險有趣 又充滿了無奈的商戰故事 這週已經在國際太空站滯留了三個月的 兩名美國的宇航員 蘇尼·威廉姆斯和布奇·威爾默爾 無奈的收到了一個壞消息和一個好消息 這個壞消息是他們原本要乘坐的 波音的星際客機STAR-Liner 航空機出現了故障 導致他們在太空中滯留的時間 從兩週變成了8個月 但是好消息是NASA 最終終於確定了他們的返航時間 是明年的2月份 他們可以坐著波音的對手 馬斯科的SpaceX的飛行器回到地球 波音的星際客機好不容易要趕上SpaceX了 卻在首次載人飛行太空任務中 從往返票變成了單程票 最終還要馬首付出手相救 此舉不但進一步鞏固了SpaceX 在美國太空商戰業務中的霸主地位 對於已經深陷危機中的波音 無論是恢復外界的信任還是財務報表方面 都是雪上加霜啊 兩名現在深陷太空的宇航員 何去何從的問題 在過去幾個月中 已經成了地球人熱烈討論的話題 今年6月5日波音的星型太空船 星際客機首次承接了載人飛行任務 順利將這兩名宇航員送進了國際太空空間站 這是波音首次將宇航員送入太空 也讓它終於成為SpaceX之後第二家能夠為NASA 提供太空往返載人業務的公司 按照原計畫 兩位宇航員在太空站逗留兩週之後 將於6月14日乘坐星際客機返回地球 並在美國西部偏遠的沙漠中著陸 但是出事了 其實星際客機早在2019年就應該實現這次飛行了 但由於航天器缺陷問題遲遲總是出各種故障 遲遲沒有能夠通過這個驗收 沒能夠解決這些問題 所以一直拖到了現在才升空 好在這個升空過程整個還是比較順利的 經過25個小時的飛行之後 終於抵達國際空間站 結果這時候又出了幺蛾子 先是火箭的推進系統發生了少量鞍器洩漏 幸好洩漏量不大 很快就得到了控制 宇航員剛擦了把汗 結果在操縱飛船和空間站對接的時候 推進器突然暫時失靈導致對接口 卡 出問題了 好在此時宇航員已經可以進入空間站了 不然在飛船裡困著可麻煩了 但是問題是他們沒有辦法繼續乘坐這架 星際客機返航了 雖然NASA和波音的工程師 一直在加警排出各種故障 但是就是搞不定 這兩位原本可以在8天之後就回家的宇航員 已經在茫茫太空的失重狀態下困了近3個月了 現在還要再等8個月 好在這兩人的狀態依然是比較良好 而且NASA專門增加了一趟貨運飛機運送了一批補給物資 吃的用的喝的 兩人總算有充足的補給不至於餓肚子 再加上大量的試驗的工作 也讓他們倆有事可做 不至於太過無聊 雖然對於宇航原來說在空間站調整任務 而延遲返航是個常見的事 而且這次是星際客機首次載人進入太空 因此出現一些意料之外的故障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這麼長時間的延遲 從兩週到了8個月 而且除了一些技術性的因素之外 圍繞著返航的竟然很多其實都是人為的因素 且不但引發激烈討論 還充滿了混亂和不確定性 這在NASA的歷史上確實是很少見的 最終NASA於本週最終確認 返航時間改為明年的2月 而回程接送的不再是波音的星際客機 而是他們的競爭對手馬斯科的龍飛船 總算是確定了返航日期了 多少讓這兩名宇航員 忐忑不安的內心能夠平穩一些 雖然他們倆將錯過感恩節 聖誕節新年 雖然原定的兩週的太空變成了8個月 但是好在他們屆時會穿著SpaceX 設計的這個白色字樣 白色的這個宇航服回到地球 而波音的那架命運多船的星際客機 則將於今年的9月就是這個月返回地球 但是裡面不會搭載任何人 空機空載返回 那問題來了 為什麼星際客機的往返票就變成了單程票呢 甚至需要馬斯科來出手救場呢 這就要從2011年NASA航天飛機項目這個終結說起了 不再自行研發航天器之後呢 NASA就轉變了他們的業務模式 轉為由私人企業來承包往返空間站的業務 並選擇了兩家公司相互競爭 共同承包 一家是自阿波羅時代 就與NASA有過良好合作關係的老朋友波音 另一家則是新境崛起的矽谷狂人 馬斯科的SpaceX NASA給這兩家公司支付了高達數十億美元的承包費用 讓這兩家公司自行研發飛行器 自個兒想辦法降低成本 哎 這個要不然你沒錢賺也不行啊是吧 因此兩家公司呢 不斷通過創新來降低成本提高利潤 此後兩家公司分別研發出了 可以重複使用的飛行器 波音的星際客機STAR Liner和SpaceX的龍飛船 事實上最初NASA更看重的是波音 根據NASA的前副局長洛里加弗 在《回憶錄》中的描述啊 波音因為與NASA有著深厚的合作淵源 這麼多年了是吧 被認為是該業務首選的承包商 而一些NASA的官員也認為SpaceX出價太高 就是那個馬斯克是吧 感覺還不是很靠譜 此後兩家公司都花了比預期更多的錢和時間 在這個研發上 但是結果卻迥然不同 波音幾乎在研發的每個階段 都經歷各種挫折 麻煩不斷 不僅在研發上頻繁的延誤 而且頻繁的技術故障 而且財務問題也一直在非常的struggle 據波音披露呢 目前在這個項目上 已經出現了16億美元的虧損了 就從NASA拿到錢之後都花光了 自己還貼了16億 至今波音也無法明確 是否能在這個項目中獲得回報 與波音的困窘完全相反 馬斯科的初創企業SpaceX則走出了一條光鮮亮麗的成功之路 2020年SpaceX成功將宇航員送入了太空軌道 成為全球第一家實現這一目標的私營企業 此前只有俄羅斯 美國政府和中國這三家 國家政府實現了太空載人技術 私人企業它是第一家 2020年之前 NASA只能將運送宇航員的業務外包給俄羅斯 而這之後 這項業務始終由SpaceX獨自完成 近年來SpaceX所承擔的發射任務 比其他任何一家供應商都多 甚至已經在美國太空生態系統中處於主導地位了 至今SpaceX已經為NASA運送了9名宇航員 還為Houston的一家包機公司運送了3個私人團體 單單在今年這一年 SpaceX的獵鷹9號和獵鷹重型火箭 就已經完成了80多次的發射任務 而其競爭對手聯合發射聯盟只有4次 另一家叫做火箭實驗室的美國公司只有10次 這樣亮眼的成績令NASA頗為動容 於是和馬斯克的關係就越走越近 馬斯克近期還宣布了一向雄心勃勃的計劃 他正在研發的最新的火箭星際飛船 Starship 計劃在10年之內將NASA的宇航員送到月球表面 再次實現阿波羅11號登月的壯舉 此外 現在的國際空間站將於2030年退役 並脫離軌道 屆時需要由專門設計的飛船 將其從軌道上撤下來 這項具有重大意義的工作 NASA也已經交給了SpaceX來負責 說完SpaceX 再來看看波音 今年6月 當搭載著威爾默爾和威萊姆斯的星際客機 終於成功發射升空的時候 NASA和波音都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 尤其是波音 雖然經歷了多年的拖延 但現在終於走上了正確的道路 我們正在奮起追趕SpaceX 結果 波音高管的喜悅 只延續了25個小時 就戛然而止 飛行器出故障了嗎 再次打擊了NASA 好不容易才建立起來的對波音的信任 波音的高管們也再不敢公開露面了 過去的幾週圍繞著波音是否可靠的問題 波音和NASA的工程師之間出現了激烈的爭論 NASA則採取了更加謹慎的態度 要求在做出最終的決定之前 增加各種測試 獲得更多的數據 最終在權衡數週之後 NASA終於做出了用SpaceX 來替換星際客機的痛苦的決定 之所以說痛苦 就是NASA一方面一定要確保人宇航員的安全 另一方面它盡可能不再打擊波音的信譽和財務報表 而且對NASA來說 它需要兩個競爭者 齊頭並進的一起發展才是最好的 它其實不希望看到一家獨大的這樣的局面 但現在沒有辦法 那最終選擇這個SpaceX 確實是讓這個波音蒙羞 但如果繼續選擇波音的星際客機 萬一出現更可怕的失敗怎麼辦 出現再失敗人命就沒了 這將會給波音造成致命的打擊 NASA的局長比爾納爾遜對媒體說 當年挑戰者號和哥倫比亞號災難 共造成了11名宇航員的死亡 這個教訓我們必須牢記 不敢犯這種錯誤 近年來波音身陷質量和安全危機 今年波音又遭遇了一架全新的737 MAX 噴氣式客機飛行途中機身斷裂的驚險事故 導致該機型全面停飛 此後出現了一系列的連鎖反應 美國證交所對其進行調查 波音高層地震 董事長拉利凱爾納宣布應退 波音商用飛機部門的首席執行官斯坦迪爾 也即刻離職 此時包括政府部門、供應商和公眾 對這家龐大的老牌企業的信任度 已經降到了歷史最低點 公司股價下降了30% 估計將創下2020年以來最差的年度業績 而波音的財務狀況更加糟糕 今年的上半年 公司每個月的現金消耗超過了10億美元 導致現金流吃緊 上個季度波音公司注入了100億美元的債務融資 但如果其經營狀況沒有大幅改善的話 是否能夠繼續融到資就很難說了 而就在這個尷尬的時刻又發生了太空事故 這就讓波音怎麼火 此刻對波音而言 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勢在必行 新任CEO凱莉·奧特伯格 已經放出了風聲 為了讓波音穩定的走上正軌 不排除將來取消載人航天業務的可能性 就這塊業務這塊生意咱不做了 而決定最終是否取消的關鍵呢 就要看下個月 就這個月 對不起 這個月星際客機空載返回地球時的表現 是不是比較穩定了 而且據彭博社報導 波音在努力完成NASA的航天合同任務的過程中 額外的延誤可能會使波音每年損失大約5億美元 即使星際科技某一天真的能夠賺到錢了 對波音的股東而言依然是一筆小錢而已 目前航天業務隸屬於波音的國防業務部門 這個部門今年第二季度的銷售額是60億美元 而每次成功的往返國際空間站能帶來的收益是多少呢 大約是3億美元上下 占比很小 而相較於波音最重要的商業飛行業務 占比就更小了 波音今年第二季度的收入是將近100億美元 而在疫情和一系列危機爆發之前的 2018年的第二季度同比 其業務營收高達180億美元 所以重振波音的商業航空業務 才是未來波音能夠閒於翻身的關鍵所在 好 那麼今天跟大家講了一段 美國航空航天史上的一段 驚險有趣又悲催的這個去世 最終也由衷的希望明年2月 這兩名宇航員能夠平安順利的返回咱們地球 今天的《財經非常道》就到這裡 歡迎訂閱我們新唐人電視台的這個油管頻道 可以看到非常多非常豐富的各類節目 再次感謝您的收看 咱們下次再見